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弟兄姐妹 很高兴我们又各继续来领受罗马书的信息 今天读的比较多 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 要读到最后一节二十九节 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 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纯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那弟兄姐妹 这边就讲到犹太人 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是晓得 他们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够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纯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他有知识跟真理的模范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离就算不得割离的 所以那未受割离者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他虽然未受割离 岂不算是有割离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离的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自有疑文和割离 禁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结论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体的割离也不是真割离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离也是心灵的 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 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只有仪式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在旧约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约会已经被掳了 被掳流落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当扫罗坐网这四十年 他们还是一样继续在四螺 因为会墓在四螺 他们就在那边献祭在那边 可是代表神同在的约会 不在至圣所的里面 就是里面是空的 但是他们还是照样什么 这个什么礼 都是照着圣经的规定 立威记所规定的 他们照样献祭献牛献羊 洒血各样什么都有 但是神的约会代表神的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没有 所以你看见他们还是继续的 这样子的敬拜 那弟兄姐妹 上帝没有办法 接受没有办法同意 也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敬拜 那哥林多前书呢 说到犹太人所遭遇的这些事情 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那就是说 我们很可能就很快的 陷入同样的失败的里面 的确我们这些新以色列人 的确我们就是新以色列人 若不跟随圣灵很快 我们一样陷入新的危机 就是论断跟夸口 我们得救人 我们就称那些还没有得救人 就称他们为外邦人 你知道吗 这是很好 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是被被称为外邦人 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 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就称那些没有信主人 叫外邦人 对不起 姐妹 你有没有看见 我们跟犹太人 我们走了很像的路 那仪文是指着人 单单守住外面的仪式 对于里面的实质的意义 已经完全被忽略了 而人还以为那就是尽钱 于是仪文就成为最大的绊脚石 叫人失去了机会 来面对神的 神所要的那个实际 那事实上仪文从来 就不能叫一个人的 改变一个人 也不能叫一个人讨神的喜悦 那亚伯跟甘寅他都献祭 是不是 可是你就知道 神只悦纳的是该隐 而亚伯该隐的神就不悦纳 那扫罗也是献祭 可是他把当灭之物献上去 结果扫罗 撒母就告诉他说 听命胜于献祭 这个顺从胜于公养的旨游 那同样割礼也是很好 可是只有外面的割礼是毫无意义 割礼是代表一个跟神立约 表示我们要开始过另外一个顺服神的生活 但是弟兄姐妹只有割礼 那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西约里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呢 神要我们的事 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 所以主日崇拜 我们说崇拜崇拜就是来敬拜神 那我们怎么样来崇拜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肯切的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主日崇拜真的不要迟到 不要迟到 我们要早早来 我们要来敬拜神 既然是敬拜神 我们就是不管怎样 就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 预备好我们自己 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新的一年 我们希望每一天 我们都能够真实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 上帝与你同在 阿们 阿们